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瑜伽实现于人类文明之初 近年来 由于瑜伽运用了整体的和谐统一的原则 能够平衡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将自我内部世界与外部现实和谐统一的生活方式 使瑜伽在全世界盛行开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爱瑜伽 瑜伽已成为中印人文交流中最广泛的民间交流形式之一 2015年5月15日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印度总理莫迪的共同见证下 云南民族大学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联合共建中印瑜伽学院的备忘录 中印瑜伽学院落地云南民族大学 在中印两国政府的关怀与鼎力支持下 2015年6月13日 中印瑜伽学院在云南民族大学成共与花校区接牌 11月13日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这是印度政府在除本国以外建立的第一所专业瑜伽学院 它的成立不仅深化了云南民族大学与印度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彰显了学校、民族性、边疆性、国际性的办学特色 同时也为云南实施与印度教育合作 搭建了新平台 为助推云南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 梦中一年经济走廊 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等战略 提制增效 云南民族大学是人所谓试过的挑战 想人所谓想过的战略 从莲花池畔的明大莲华校区到宇花湖畔的成贡新校区 修建了1200余平方米的瑜伽教学场地 未来三年时间内 100个瑜伽学院教学点将遍布中国 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与瑜伽部的支持下 中印瑜伽学院开展瑜伽教育、瑜伽文化、瑜伽本土化、瑜伽科学训练等研究和教学 将逐步建成瑜伽文化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 中印瑜伽学院将用雄心开创未来 面向中国教授瑜伽 与中印同仁一起研究瑜伽 优秀的教师是教育的灵魂所在 为整合中印瑜伽学院和印度瑜伽学院的科研力量 云南民族大学中印瑜伽学院 聘请了印度卡瓦拉亚达汉木瑜伽研究学院院长 O.P.Tivari为学院首席专家 与印度辩协瑜伽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将在合作办学、颁发学历、非学历证书、课程建设 师资派送、学生留学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印度政府将每年面向全国 临选两名瑜伽大师 派往中印瑜伽学院执教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学院注重培养瑜伽科研人才 学院将不定期选派中国瑜伽教师 到印度高校进修访学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 提高学历和专业水平 形成中印瑜伽科研团队 目前学院已有多名 持国际认可瑜伽证书的专业教师 一流的师资力量 良好的区位优势 不断扩大自身的办学知名度 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印瑜伽学院正逐步建设成为 中国瑜伽人才培养的基地 瑜伽文化的研究中心 和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窗口 钻尖养高 中印瑜伽学院深深懂得 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性 让更多优秀的人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学院自成立以来 为社会免费开设了瑜伽公开课和公益课 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 并将继续向包括瑜伽健身教练 高校师生在内的爱好瑜伽的社会各界人士 招收非学历学员 通过体式、调息、冥想、清洁法、瑜伽文化 瑜伽生理与解剖、教学实践 以及明师公开课等多种模式 进行瑜伽专业教学 培养学员的瑜伽专业知识 和提升学员的专业技能水平 使学员认同、遵循瑜伽的生活方式 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因瑜伽而更加自信、和谐 如今 学院正在加强瑜伽教材和图书资料建设 将逐步完成瑜伽专业理论、专业技术 以及瑜伽文化、瑜伽生理与解剖 以及瑜伽提示等的教材 著作的编译和编撰工作 中印瑜伽学院将开设中国第一个 瑜伽本科和瑜伽硕士专业 提供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历教育 打造瑜伽人才培养基地 培养瑜伽专业人才 让瑜伽这门古老的蕴含艺术与哲学的运动 插上现代教学的翅膀 重新起飞 开拓道路的人们 创造时代的人们 启迪人生的另一种科学 新的瑜伽之光正在开始 云南民族大学中印瑜伽学院 未经许的ima bas